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4月10号星期五 昨天晚上白宫发了一条声明很不寻常 说他不寻常是因为他批驳的对象不是外人 是自己人 他是在批美国之音 是自己对自己开炮 他这篇声明一开篇就说 美国之音是由美国纳税人出钱供养的机构 一年就花了两亿美元 他的使命是向全世界讲述美国的故事 还有清晰有效的表述美国的政策 接下来就话锋一转说 然而今天美国之音却为美国的对手说话 而不是为美国的公民们 换言之就是批这个美国之音 吃美国的饭砸美国人的锅 川普对此非常恼怒 但是开头这句话 说美国之音是要讲述好美国的故事 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习近平对大外宣的要求 就是要求媒体们对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 那是不是这个川普也在对美国的媒体提出同样的要求呢 可是既然这个美国之音 它是一个花纳税人的钱办的机构 那美国政府为啥不直接下令他整改 换掉台长 要求他这个重新组织采编队伍 这不很简单吗 在中国就这么干了 所以对这个事情呢 咱们还得先花点时间介绍一下美国的政府体制 在美国的政府机构里面有一类叫做独立政府机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行使政府的职能 但是它独立嘛 又独立于总统所领导的内阁班子 换句话说 美国除了有大家熟悉的立法司法行政 这三权分立 在行政这个领域里面 这一亩三分地里面 也不是每个机构总统都能直接管得了的 独立政府机构由国会以专门的法律来设立 领导班子由总统提名 参议院批准 但是总统想要罢免独立机构的首长呢 就不那么自在 通常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得有独职玩乎职守这类过失才能罢免 那这些机构里就包括美国之音的上级机构 叫做美国广播理事会 大家熟悉的美国之音 自由亚洲电台就归它监管 2017年以后 广播理事会改名叫做美国国际媒体署 但仍然是独立政府机构 它是由董事会管理的方式 改成由总统提名的CEO来负责 参议院确认 但是川普想提名的人选 就迟迟得不到参议院的批准 那么好介绍了一大堆背景啊 为啥白宫要炮轰美国之音呢 那是因为美国之音近期的一篇报道 引用了中国那边的疫情数字和美国做对比 说美国这边病逝的人数都超过中国了 还说武汉解封是成功的典范 值得各国效仿啥的 那这条声明里面批美国之音 就是主要怼这两点的 它透露出了几个关键信号 第一呢就是美国政府坚决抵制中共 把自己作为抗议典范的宣传 抵制这个宣传呢 当然就是为以后追责埋下了伏笔 大家看前两天川普不是说要给世卫组织断供吗 不给他提供经费了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在川普做出这番声明之前 4月5号 世卫组织就出了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里引用他在中国的代表高登加莱亚的话说 中国的疫情防控方面呢 是积累了非常重要的经验 是因地制宜什么的 值得全世界学习 就直到这个时候 世卫组织还使劲在挺北京的 以这个成功典范的宣传 来对冲国际上对他罪魁祸首的指责 而这个呢是美国要坚决怼回去的 你来一个给你怼回去一个 WHO你不是这么说吗 川普说就要给你断供 你那么喜欢中共你就别拿美国的钱吗 你就靠北京去养着你吗 美国之音也说中国是抗议典范 那白宫用正式声明的方式给他怼回去 你那么喜欢他你干嘛还拿美国纳税人的钱呢 你拿中国纳税人的钱不行了 当然千万别中国纳税人出钱啊 川普对美国之音火这么大 还有很具体的原因 就是美国之音是一个国力机构 那么在美国人遭受到如此大的痛苦和损失的时候 他在宣传中共的成功经验反过来宣传给美国人 试图在美国人当中培养对中共的好感 帮助北京洗刷责任 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至于说美国之音为什么这个时候出这样的文章 是不是他管理层和编辑部门当中的某些人 咱们不是说美个人 美国之音当中还是有很多有良知正直的 这个新闻工作者的 是不是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被中共渗透了呢 是有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美国之音 他的资深人员也是从媒体这个圈子里过来的嘛 所以他很可能和美国主流媒体对川普的意见是一致的 都对他抱有很深的恶感 所以想拿美国的病逝人数这个事来说事 说高于中国从而烘托川普的无能 说川普抗疫不力烘托这个印象 其实现在美国的左翼媒体在这一个问题上 和中国的五毛水军是有河流的趋势 都是想拿美国的疫情来说事 拿损失的人数来说事 把川普搞下去打击川普的连任竞选 至于说把美国的数字直接和中国的数字放在一起来比 那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为中国那个数字他就不可信嘛 连伊朗卫生部的发言人都说 那是一个惨痛的笑话 没有参考价值 你不仅是和美国的数字比 你和任何一个国家的数字直接对比 都是不合适的 它本身是一个误导的行为 那这套花招呢也是被川普识破了 反正你来一个我给你怼回去一个 其实也是川普不得不识破 因为中共要洗刷自己 它就得满世界去寻找能够替代的泄愤对象 全世界都怒火中烧 它总得找一些人吐槽啊 于是找来找去 还是得找川普 他们就千方百计的把这个责任的往川普的头上推 希望是坏事变好事 虽然贸易战输了 但是呢能够借助疫情的宣传战 把川普连任的事情给搅黄 那么接下来就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川普到底有没有责任 当然有所有的国家领导人在疫情上都有责任 但是呢你要看这个责任是不是源头的责任 还有这个责任有多大 川普到底有多大责任 其实华春莹自己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在2月3号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 华春莹说 美国是西方国家里面第一个在中国关闭领馆的 第一个撤出使领馆人员的 是第一个撤侨的 是带了一个很坏的头的 按照华春莹这个说法 那美国的反应 最起码在西方国家里面它是不慢的 我这儿呢也说川普的反应慢 那是和台湾比 是和理想的状况比 可是再慢呢 它也是西方国家里带头做出反应的 要没有它带这个头 大家继续听中共怎么说 听WHO怎么说 说什么人传人的风险很低 那现在各国的损失更大 白宫这条声明里面呢 其实我倒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儿 就是它说明了情报专家指出 中国那边的数字是完全无法验证的 那么就衍生出一个问题 就是出于对中国信息不透明的担心 会让西方国家和中国 恢复经济联系这个进程变得很慢 大伙都知道习近平着急恢复经济 你越着急别人对你越不放心 因为你那儿越急就越会隐瞒 谁知道你们那儿的真实情况 这个二次流行到底开始没有 所以这个人员往来的禁令 就不会轻易解除 它一定得有各种渠道来的情报 确定的没事儿 这个禁令才会放开 所以这就是习近平忠实实践了墨菲定律的一个案例 越怕什么结果就越来什么 它不是怕影响经济吗 结果就隐瞒实情 结果呢你越隐瞒别人对你越不放心呢 也就越延长封关断行 结果也就是会越影响经济 他想逃避噩梦采取的那一系列作为 最后把他的噩梦变成了现实 4月8号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理会 里面有一句话呢是很值得解读的 他是说要内防反弹外防输入 及时采取有针对性 有时效性的防控措施 咱们读新华社的文章啊 得抓住关键点 他说的这个及时采取是什么意思呢 及时两个字 也就意味着问题已经非常紧迫了 而且他越说要严防警惕什么 通常就是指这一类问题已经有所发生了 你像2015年下半年开始 多次政治局会议和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 都反复说要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 这个词大家很熟悉吧 那也就是在2015年6到8月份 股灾已经发生的情况下 才提这个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所以呢他现在说要外防什么 内防什么 及时采取什么措施 其实也就意味着这个二次流行的迹象 很可能已经显现了 一个信号呢 是今天有朋友给我发来一份四川省政府的文件 据称是来自于四川省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说要新增床位总计五万两千张 那这个二次流行的风险看来是很大的 那这份文件的真假我是无从检验 但是呢有另一个比较确实的消息 就是习近平这边说要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马上黑龙江那边你看4月9号就有报道出来说 隋风河已经开始建方舱了 是4月6号就开始建了 11号就投入使用了 很急 最近的消息呢是中俄边境的隋风河输入型的案例激增 按照黑龙江省政府的数字 从3月21号到今天 从俄罗斯回来的华人当中确诊的有151个 无症状者有148个 怎么一下从这个俄罗斯回来那么多华人呢 这又引起了是不是俄罗斯出现了又一轮排华的揣测 是不是普京那边故意把中国人往回赶呢 要知道类似的事情啊 确实以前俄罗斯干过 咱们就讲个故事吧 大家是否还记得去年11月份 我讲1910年满洲里大鼠疫的那个故事吗 满洲里那一年是爆发鼠疫流行的第一个城市 所以呢那一次流行是以它来命名的 就和俄罗斯排华有关 那次鼠疫的源头是一种叫做汉塔的动物 这个皮草最高档的原料是雕皮嘛 大家都知道 可是呢这个雕的数量比较少 市场需求大很快就供不应求了 于是人们就发现汉塔这种动物 它的皮毛经过特殊工艺加工以后 品质和雕皮相差无几 也是有暴力可图 于是就吸引了很多人去捕猎汉塔 当时呢有不少来自于中国内地闯关东的人口 他们是在中俄边境从事采矿伐木这些工作 他们就加入了皮草捕猎者的大军 于是就有人呢被汉塔身上那个跳蚤带的鼠疫杆军给传染了 1910年鼠疫的最早源头被认为是东西伯利亚的一个叫做达乌里亚的小镇 它是紧挨着俄罗斯的那个西伯利亚铁路 也紧挨着满洲里 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华人包工头姓张 被华工们称作为张把头 这个张把头所管理的华人工棚里面有一天 突然就有七个人发病身亡 于是就引起了很大的恐慌 华人工棚啊就是大通租 那个卫生条件也很差 事发在9月份到10月份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天气已经开始转冷了 关门关窗以后通风条件也不好 那这个事情呢就惊动了俄罗斯的当地政府 他们倒是反应挺快的 马上就来人把所有的华工给隔离了 把那个工棚加上工人的衣服杂物啥的 一把火全都给烧了 那活着的工人呢也是给了他们一点遣散费 就是你不准待在俄罗斯了 马上离境回到中国 那离那个达乌里亚小镇最近的中国城市 就是满洲里 满洲里这个地方呢 既有本地人也有来打工的人 也有来自于中国其他省份的皮草商人 木材商人 商人嘛他就要走南闯北四处流动 结果呢这些华工 还有和他们有过接触的中国商人 再通过满洲里沿着中东铁路到了哈尔滨 哈尔滨是11月份开始发现鼠疫 是那波鼠疫流行当中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城市 大概和这一次的武汉比较类似 然后这个鼠疫就沿着铁路线路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这里呢插一句啊 中东铁路 它不是今天的那个中东产石油的那个中东 它是指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 在中国境内的那一段 它是从满洲里开始这一点上进入了中国 然后呢经过哈尔滨隋风河出了中国 终点是海参摆 也就是现在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 那这一段在中国境内的叫中东铁路 是中国东部省份的铁路的那个意思 又叫做东青铁路 当时在中国东北 还有另外一条主要的铁路干线 它是从哈尔滨一线下来一直到旅顺 那这条线里面从长春到旅顺的这一段呢 叫南满铁路 满洲南部的铁路 咱们讲中国近代史啊 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这两条线是大大的有名 很多故事都是围绕着它们发生的 咱们今后肯定会谈到 今天呢先做一点背景介绍啊 那么1910年东北大鼠疫 它就是沿着这个T字形的铁路传播扩散的 也是传到了关内的直隶和山东 几乎席卷了半个中国 它的起源就是俄罗斯驱逐了染疫的华工 你说它驱逐华工吧 这个事情在那个时代好像也能理解 可是呢你又不通知中国政府 俄罗斯这边又封锁消息 它没有报告说我们这儿发现了鼠疫 它是怕通知中国政府 以后中国那边不接受遣返 那这场鼠疫是延续了六个月 中国这边死了六万多人 那么今天会不会又是历史在成年呢 又在排华 自由亚洲电台是采访到 有在莫斯科定居的华人 说没有发现排华的迹象 可能是这些华人在当地没有医疗保险 无法就医 主动选择回国的 这种单个信息源呢 我们还是要保持谨慎 因为俄罗斯它也是一个资讯高度受到管控的国家 你当个人在自己的生活环境当中没有接触到的事情 它不一定意味着不存在 它的这种消息呢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呢也不能够太确切 有报道说早在二月下旬 莫斯科就在通过人脸识别系统 在公共场所 还有公交系统里面到处找中国人 三月份俄罗斯生意人报有一条消息被英文媒体转载了 就是说大约有100名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 因为违反了自我隔离的要求将被驱逐 然后呢就不断有在俄的华人回国的消息出来 黑龙江省政府那边给出的检疫数字 是从三月下旬开始的 所以它和这个莫斯科这边开始遣返某一些中国人 是不是有因果上的联系 这个事儿咱们还得观察 只不过是俄罗斯政府和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都非常低调 中国那边的统计数字是不真的 但是在这个体系之内 你也不真我也不真 你也缩水我也缩水 所以呢放在一起来比较呢 也能够看出一个趋势 就是似乎东北正在成为一个显著的输入员 所以今天在这里呢 也要提醒在墙内的观众朋友们注意安全 现在就看习近平是不是有胆子 把这个锅往普京身上扣了 我估计是不会的 那今天这个话题呢 咱们就聊到这儿 明天星期六在会员网站上 是金峰唐先生带来的节目 之前有一期节目是金峰唐先生谈笑道 那这期节目呢 他是想把中这个道德品质 分成九个层次来解释 金峰唐兄最近是致力于思考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 在我们当今社会环境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下 他怎么能和现代人的生活相对接呢 所以这个话题明天放在会员网站上来聊 在YouTube上 咱们下回再见 今天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